大家好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今天继续读今天这本书 包含了郝广才老师精条细选的366个 真人真事 今天是9月14日 故事的标题叫神药 神奇的药 古人认为仙丹其实是毒药 问题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就算当时知道依赖他的人也只能把毒药当成仙丹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人们的印象中永远是年轻 帅气 又充满活力 但真实的他从小体弱多病 肯尼迪年轻时曾担任海军少尉指挥鱼类快艇 有一次他的快艇被驱逐舰撞成两半 强劲的撞击力把他摔落在甲板上 那次重伤虽然复原 但背疼问题时时困扰他 肯尼迪的病痛还有很多 他后来患上爱迪生症 这是一种肾上腺素不足症 症状是人会恶心 呕吐发烧 皮带 体重下降 皮肤变黄 一般人得这种病已经够惨 政治人物有这种病 简直是政治死心前的丧忠 肯尼迪人前强颜振作 人后痛苦不堪 长期靠私人医生打麻醉剂撑场面 660年9月14日 肯尼迪遇到了救星 他经同学的介绍认识了马克斯·亚克布森 人生感觉良好医生 那个时候总统大选正打得不可开交 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支持度50对50 激烈的选战强重大的压力 使尼肯尼迪的身体几乎无力支撑 而亚克布森的专长就是为病人减轻压力 他向肯尼迪介绍他独创的维生素肌尾酒疗法 看医生的状况 给他调制不同种类分量的维生素 最大的功效是能够减除压力 让人身心舒畅 感觉良好 所以叫感觉良好医生 肯尼迪一世真的如获先丹不淡 病痛全消 而且精神百倍 神医神药 真乃天主我也 亚克布森为肯尼迪准备了一小瓶药 让他戴在身上 两周后他和尼克松要电视辩论前口服 到了电视辩论当天 肯尼迪感觉药力不够 请亚克布森为他加强 这一回亚克布森直接将注射器的针头 扎进肯尼迪的脖子 把药注射进去 神药果然发威 肯尼迪全场表现有如神柱 机智幽默 反应极佳 攻击强劲 聚聚到位 尤其是他神采意义 全身散发 领袖光芒 使全国电视观众无不被他迷倒 这一战使肯尼迪后来者居上 以些微票数打败尼克松 夺得总统宝座 肯尼迪就职典礼 特别邀请外人不知道的 第一神医亚克布森来参加 亚克布森因此认得了 第一夫人杰克林 她也成了亚克布森的VIP客户 肯尼迪一天都离不开神医 去维免大和赫如晓夫 开高峰会也要求亚克布森同行 两国领袖会议当天 没想到赫如晓夫临时迟到 肯尼迪连打三针 结果药物过量 使得他全程恍恍惚惚 半昏半醒 大家都不清楚总统出了什么事 赫如晓夫以为他喝醉了 肯尼迪事后说 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 虽然发生这等糗事 肯尼迪还是完全信任亚克布森 因为没有他根本活的没意思 可是肯尼迪用药越来越重 意外也就发生的更加频繁 有一次在纽约的卡莱尔酒店 肯尼迪又因为用药过量 居然一边在房间走廊裸奔 一边挥舞双臂跳上跳下 不得不临时找来纽约的哈特勒医生 给他注射镇静剂 才得以平静下来 但肯尼迪还是要求亚克布森搬到白宫 好常办他左右 亚克布森却始终没有答应 因为他在伦敦和纽约的诊所 有更多的超级用户需要他 有谁呢 伊丽莎白 泰勒 朱迪 加兰 英格利 宝曼等等 除了明星还有富家名流 作家 艺术家 政治人物 丘吉尔也找过他 还有一位和肯尼迪关系不寻常的明星 玛丽莲梦鲁也是他的常客 1962年5月 梦鲁要在麦迪逊馆馆场花园 为肯尼迪献唱生日快乐的前一晚上 紧张到要崩溃 他找亚克布森注射 才解除压力 没有怯场 顺利登台 留下难忘的一幕 亚克布森的神药到底是什么 当时这个药物刚刚被制造出来 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会影响中枢神经兴奋的药物 现在我们管它叫 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 即本 即本炳安 想不到安非他命在历史上曾扮演过这么重要的角色吧 好吧 这其实也是一种兴奋剂 只不过来说相对安全一些 也就是说历史上这种神药的事情经常会发生 政治人物其实都需要它 好吧 这个跟我们普通人关系就不大了 那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省 今天先读到这